人生如戏,关键,还看演技,各位好,我是黄河边,今天是2018年的6月22号 最近我本来想出去躲一躲,因为呢 听到这个绝密的情报呢,是说阿贵这个蚂蚁帮呢,准备开展反锡锅行动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我这个锡锅呢 应该说是也是在阿贵的不断的鼓励支持 特别是阿贵的这个律师函的激励下嘛 应运而生 你看看,今天反锡锅的第一炮就打响了 这个反锡锅这个第一炮一打响呢,我一看那一刃 完了 原来是女将开刀 是蚂蚁帮的女锅粉啊 打响了反锡锅的第一枪呢 我就想如果是女性开炮呢 我们真的是有一点下不了手啊 是吧 但是呢,后来发现呢 原来后面呢,还跟着长胡子 这原来啊,这情况呢,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那么简单 因为今天呢,有一个叫露典访谈啊 几乎同时 把这个加拿大的 一个叫瑞安富啊 啊,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耳熟啊 他名字好像叫瑞安平 我就简称吧 叫瑞安富啊 这个瑞安富呢 这个出了一视频 这个题目叫什么呢 瑞安平漫谈 特别节目 标题 号外惊人发现 最狂热的郭粉超级大怨妇黄河边 最大的梦想就是下辈子投胎成为郭文贵身边的一个小谈语 哎呀,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就这标题呢 我要给你打30分 为什么呢 这通篇都是骂街嘛 首先呢 把我说成是什么呢 叫怨妇嘛 这个怨妇总比泼妇要稍微稍微好一点了 然后就啪 直接就扣上一谈语 叫下辈子投胎 投胎成什么呢 郭文贵身边的小谈语 哎呦 连个大字都省不得出 哈哈哈哈 我听了一下啊 应该说呢 这一次他们这个录了点的这个访谈和瑞安富啊 同时这个播出的这个视频呢 基本上都是人身攻击 没有任何啊实质性的内容 稍稍如果说还有一丁点的实质性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陈氏兄弟啊 他引述了我的一段讲话 那么我就想了 引述了讲话之后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对我的这些观点进行批驳呢 没有 还是一句话 继续人身攻击 那么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瑞安富啊 这不能说错啊 这个瑞安富这个他开头的这一段 再听一下 我看完就说 如果按他的逻辑说卡丽西女士是复读机 那么 那这个黄河边呢 那先生就是一个贴身丫鬟级别的 而且是那种 有点像那怨妇型的贴身丫鬟 总体上觉得呢 是有一点装啊 怎么叫装呢 就是他因为要达到那个喜剧的效果嘛 他也要戏嘛 叫反戏嘛 所以呢 呃 他会罗织一些比较轻松的那种语境了 来试图呢 来达到我戏锅的这个效果 那现在看来呢 因为他主要是内容比较苍白 他总体上呢 是要把我呢 往女人堆里推了 大家再来听下面一段 那就推的更厉害了 我觉得这个黄河边先生啊 他头在头错了 他决定应该是汪维兰儿生 他应该要是女儿生才对 他就是完全像是那种 怎么说呢 他讲卡丽西的那个先生 呃那个女士的那个神态 简直就像妒忌 就是说 那感觉就是说 你郭文贵 阿贵你怎么不注意我呢 这一段呢 基本上就是说呢 就是我这个怨妇嘛 就是要和这个那些 比如说卡丽西啊 这个瑞安平啊 这些人呢 要要和他们呢 到阿贵那边去争风吃醋 阿贵呢 是七妹 我呢就是要到七妹那边去呢 就是想争个宠 我想大家都也不要争了 为什么呢 反正瑞安妇啊 这个还有卡卡卡卡卡丽西啊 反正已经是女的了 那么郭七妹呢 反正上个月也有报道说 他基本上 郭七妹也是成型的 那现在你们套在我头上 黄怨妇 一个妹一个妇 还有两个 本来就是啊 就是妇嘛啊 索性我们就来一个 郭氏四姐妹 是不是 我们年纪大一点 我就郭老妹了 是吧 你们几位 郭二妹 郭三妹 再加上我们这个郭七妹 加起来 正好姐妹四人组 你看怎么样 像我们这一种组合 说白了 那周杰伦的演唱会 恐怕都赶不上啊 因为至少你看 像我这种怨妇型的啊 虽然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呢 可以跟你们做反差嘛 是不是 天哪 这个瑞安妇啊 整体上面这个反戏锅的这个节目呢 应该是失败的 我不想和女性进行论战 我希望蚂蚁帮呢 推出一男的来反戏锅 这个比较好 可能你们是 阿贵身边 能够 能够拿出手的男的是越来越少了啊 有些拿得出手的呢 又不写于跟我们这种吃瓜群众进行论战 所以呢 就害的这个瑞安妇啊 都要出来了 那么但是是有风险的 中国不是有一句俗语吗 叫好男不跟女斗啊 所以两年前呢 我在这个加拿大的一个中文报纸 开了十几年的一个专栏啊 后来因为批评了中国的一位官员之后呢 就被这个社长下令呢 就把这个专栏给他取消掉 那么一时呢 是闹出了很多的风云了 我们加拿大最大的英文报纸 环球邮报呢 也做了报道 那么我自己呢 也写出了好几篇文章呢 对这个环球华报的这种做法呢 进行了批评 但是我写到第三篇的时候 写不下去了呀 那为什么呢 那么环球华报的社长是一位美女吗 还真是美女 人家是中央电视台做过主持人的吧 这种颜值想想 我说了 那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卡利西和瑞安夫之上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就基本上就没有PK下去的勇气了吗 或者说是没有PK下去的心情了吗 你对了跟美女还在那里说什么呢 人家把你专栏关掉就关掉呗 后来我就嘎然而止 那么现在当然了 瑞安夫这个要跟我啊 叫板了来反戏锅啊 当然 从颜值方面来讲呢 这个不PK下去的理由呢 好像比之前要差一些 但是我还真不愿意拿长相说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吗 但是你们去看看这个瑞安夫的这个视频了 他不是也要对我长相进行奚落吗 但是呢 我就觉得你们这个是一招险棋了 如果人家要反讽过来的话 我觉得我怕你们真是承受不住 老黄我呢 就不至于这个样子 那下面其他朋友的评述就难讲了 我自己在评述卡利西那个视频当中 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没有一句对卡利西女士的个人的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人生的这种攻击 我都是摆出事实 找出证人啊 讲道理一点一点 把他的说谎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细节 一一的暴露在阳光下面 当然了 有的时候 被揭露是一种非常痛苦 也是非常心碎的过程 但是呢 你们选择了去挺一个大忽悠 去挺一个骗子的时候呢 这是你们必定要经过的人生的一段 可以说是痛使 真诚的希望你们呢 叫在反戏锅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且戏且谨慎 尽量动员身边的长胡子的人呢 展出 任平女士呢 你如果觉得呢 我的这番提醒 对你没有帮助 你可以继续进行反戏锅 但是注意 一定要 摆事实 讲道理 你比如说 他马上战袍 要到意亚 意大利去生产 我呢是表示质疑 你要说 阿贵这个战袍 一定会在几月份之前 发到每一个战友的手中 你要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你就扭了 那你反戏锅的底气就更足了 可惜的很 你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些话 这个就给我这种戏锅的人员呢 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再有一个 我希望嘛 现在看来呢 蚂蚁帮呢 叫阳气不足 你们应该招募那些 支持郭文贵爆料 并且敢于站到前台上的那些长胡子的人员 曹老师他们都很忙 不可能面面俱到 每一件事情都要叫他 过来跟我们这些吃瓜的评论者来进行辩论 这个我想这个也不太可能 你们可以有的时候有什么话题 可以去找他们请教一下 但是切切不要呢 哎呦 长红色的叫这些 像你们妇道人家冲在前面 跟我这个老游子 在你们眼中的这个 这个妇女帮成员在那里 哎呀 咕咕叨叨干什么呢 这不有点婆婆妈妈吗 是吧 所以呢 你们要改变策略 这样的话呢 对于你们啊 能够实现喜马拉雅 能够实现反戏锅行动的最后的胜利呢 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瑞安妇今天的视频呢 对我也是一个鼓励 如果等喜马拉雅登顶 成功的时候呢 我这个怨妇加上七妹 还有你瑞安妇 再加上卡丽西 我们四姐妹 在喜马拉雅山顶啊 能够拍个合影 我们给照片啊 起个名字 就什么呢 叫喜马拉雅姐妹花 登顶成功吃口瓜 好了 报假料还在继续 汐文贵还得努力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